这是我之前切垮的一个料子 被我扔在外面 然后你看旁边这些 都已经重新的长回这个青苔了 这个锡头呢 当时一刀下去的话 它没有美食的一瞬间 它里面直接可以说是垮了 但是我刚才又仔细看了一下 它底下这里有一点表现 所以我又给它剪回来 重新再开一刀 这个地方看起来有红黄色 感觉这个花纹又大一点 还有底下这里 当时一几细横着切断了 所以这底下的并没有看到 也不知道它里面到底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切开的效果 这个地方它也是出现了草花 其实这个草花它比较密 它这种也可以寄做东西的 只是说它的美光度没有那么高 因为锡头肯定是越漂亮 人家就越喜欢嘛 好 我决定还是要给它再来一刀啊 看一下底下这里 有没有漂亮的水草花 横着再给它破开 刚才看表皮这里啊 它是有一点其他的表现啊 来那位 刚才一刀下去 美食的瞬间啊 哇塞 它这边的花纹是有点不一样 但是 它这种花纹这里啊 它的沙眼有点重啊 它有些地方就少一点 像这里就少一点 锡头这个东西 不切 不知道 切开 有可能吓一跳的啊 每天一定分享美食啊 如果你也喜欢锡头的话 请关注小哥了 感谢您收看小哥的视频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